我们亲爱的先知,罗苏纳尔逊会长在上次的总会大会说, 在这个使徒保罗所预言的危险日子中, 撒旦甚至不再试图隐藏他对神计划的攻击了。 邪恶势力大肆扩张, 因此,要在灵性上存活的唯一方法, 就是下定决心, 让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得胜, 学习聆听祂的声音, 并运用我们的精力来协助聚集以色列。 当我们思考先知的邀请, 要我们学习聆听神的声音时, 我们是下定决心, 还是应其心来呢? 让我们记住, 摩尔门经雅各书第六章第六节的忠告, 是的, 今天, 只要你们愿意听祂的声音, 不要硬起心来, 你们何必要死呢? 让我们下定决心, 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得胜。 我们要如何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得胜, 而不是让敌人得胜呢? 教义和圣约第六章第六篇第三十四节写道, 所以, 小羊群不要怕, 要行善, 让大地和地狱联合起来, 与你们作对吧。 只要你们建立在我的磐石上, 他们就无法得胜。 这是一项重要的应许, 虽然大地和地狱可能会联合起来与我们作对, 但如果我们选择让神得胜, 将我们的生活建立在神的磐石上, 他们就无法得胜。 耶稣基督曾教导他的门徒 有关聪明人与愚笨人盖房子的故事。 这个教导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 你们许多人都听过初级会盖房子的歌曲吧。 如果你们花时间比较这首歌的第四段歌词, 你就会发现第一、第二段跟第三、第四段非常的相似。 聪明人和愚笨的人都在建造房子。 他们想要为家人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渴望和家人在一起, 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他们周遭的情况也都是一样。 看雨水下降,河水上涨。 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会重复唱这句歌词六遍。 唯一一不同的是,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房子不会倒下。 而愚笨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房子就要倒塌。 因此,建立根基的地点至关重要。 会对我们最终及永恒的结局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希望并祈求,在我们建立未来生活的时候, 都会找到并继续留在那个稳固的根基上。 希拉曼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提醒我们, 他说,我儿,记住啊,记住, 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 我们的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 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墙封, 是的,在玄风中射出他的剑。 是的,当他所有的冰袍和强烈风暴打在你们身上时, 都没有力量控制你们, 将你们拉进那悲惨与无尽灾祸的深渊中。 因为你们建立于其上的磐石是稳固的根基。 只要人建立在这根基上, 就不会倒塌。 这是来自神的应许。 如果我们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根基, 我们就不会倒下。 只要我们忠心地下定决心, 并持守到底, 神就会帮助我们将生活建立在祂的磐石上。 地狱的门不能胜过我们, 虽然我们可能无法改变未来的一切,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为即将来临的事做好准备。 有些人可能会想福音很好, 所以我们需要把福音放进生活中, 或许每周一次而已。 要把根基建立在磐石上, 单靠每周去教会一次是不够的。 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整个人生充满耶稣基督的福音。 福音并不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我们的生命才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一部分。 想想看, 这难道不是真的吗? 我们的尘世生命只是整个救恩和超生计划的一部分。 神是我们的天父, 祂爱我们每一个人。 祂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潜能。 祂不仅知道我们生命中的细节, 神知道我们生命中的细节中的细节。 请跟从我们活着的先知纳尔逊会长瑞智的忠告, 正如教育和圣约第二十一篇第五到第六节所记载的, 你们要用一切耐心和信心接受祂的话, 就像从我口中接受一样。 因为这么做, 地狱的门必不能胜过你们。 是的, 主神要从你们面前驱散黑暗的力量, 并使诸天为你们的益处和祂名的荣耀而震动。 因此, 他们不能得胜, 我们也不会倒下。 我向你们见证, 基督会再次来临, 就像第一次一样, 但这次会以极大的荣耀和威严来临。 我希望并祈求, 不论到时我是在慢子的这一边或另一边, 我都会准备好迎接神。 我们正在庆祝着复活佳节的当下, 我希望在将来可以依靠耶稣基督的赎罪和复活的大能, 能够升上去与我的造物主见面, 并说一声感谢。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